小嘴巴,大世界,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带给你 120分钟声音锁时,打开无穷惊喜 世界随意门,叶泳斯 这个星期一次,当然准时出现的这个环节就是小嘴巴,大世界 今天的嘉宾都是常客,每次和他聊天都学到很多东西 又见面了,非常开心,彭宋博士 你好,大家好,我也很开心 当然,除了彭博士之外,每次都会带来一些年轻的朋友,年轻的小嘴巴 跟我们讲一下文化,讲一下历史,都很开心的,每次见到他们很年轻的面孔 但对于这个主题也是很热爱的 尤其是他们都是历史系的同学,今天我也带了另一位的毕业生 现在在中文大学里面,进修中教研究的课程 就是乐庭和桂芳,大家又打一下招呼 你好,我叫乐庭,大家好 大家好,我叫桂芳 两位年轻的朋友,都是女将来的 我问一下你,彭博士 是不是都喜欢一些历史文化的人,都是比较多女性的呢? 以你的观察 其实未必的 其实我们男同学的数量都不少 尤其是我估计,因为读历史,可能要身体力行 要很有体力的精神 也可能有机会我们经常去找资料 这方面我相信性别没有局限 不过我今天没有读有偶 带了两位女同学上来和大家分享 我们一直以来都会有很多不同的少赘巴 大家留意着这个环节就会知道 有不同背景的同学,男的又有女的又有的 彭博士,今天跟我们说的地区都是在港岛区 我们身体力行出去看建筑和了解历史 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地区呢? 因为刚刚新年开始 其实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希望 可能有很多期望自己都会定立 今天我会先带大家去湾仔 湾仔这个地区很繁荣 亦可能给大家的印象都是一个商业中心 香港的商业中心 但同时我们可能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到 其实有很多古迹都上了一百年以上的历史 甚至是一百三十多年 所以在新的一年我希望可以带大家去走走这些古迹 今天我们先去湾仔的北帝廟 这个北帝廟 如果大家知道湾仔的地匿位置 就应该知道在石水渠街 一路走上去,差不多到嘟嘟那里 忽然间就会看到一间历史很悠久的中式廟宇 就是北帝廟 是的,那个地点就叫做龙安街 其实都有少少难找到 但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朋友 其实沿着一些地标 其实都容易找到 而且现在复修之后 其实去到门口的位置 其实都有很大的北帝廟的指引 这个地方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我们知道 当然它是拜不帝 同一时间 其实在大门口里面 我们都会看到 肉虚公这三个字 这个正正代表着 袁天上帝住的一个地方 其实就是这个庙 稍后我们同学都会分享一下 究竟这个名称的来源 湾仔当时在1863年的时候 有一班街坊一起集资 去兴建这个庙宇 所以这个庙宇 在香港厄立 其实已经有155年的历史了 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了 现在由这个华人庙宇委员会 负责管理的 信奉北帝这个民间信仰 其实在珠江三角洲 其实都很流行 所以这个也是历史很悠久的 民间宗教信仰 各地都建有北帝廟 香港亦都不例外 今天也很高兴 这个北帝廟可以压立在香港百多年 仍然都受到我们的关注 这个亦都可以作为了 我们去了解 北帝对于我们民间信仰的重要性 以及历史上的一种延续性 其实两位同学 可不可以和我们介绍一下 说了这么久 北帝是一个怎样的神 在传说中 亦都我们怎样去认识北帝的呢 好 让我先说一下 其实北帝都有几个不同的称呼 例如是真武大帝 袁武帝 和袁天大帝等 那北帝的形象是怎样的呢 它是会拿着把劍 赤足分踏龟蛇 什么是分踏龟蛇呢 寓意就是说 邪都不能够圣正 它是一个正义的大帝 古人希望去拜这个北帝 都同样去求长寿安宁 另外他们拜的原因 有一个可能关于地理方面的元素 因为其实北方也是熟水的 所以北方人会拜这个北帝 因为它也是一个水神来的 但是南方因为它的水 都是源自长江流域 都是北方那边而来的 所以南方人去拜北帝的时候 都期望能够平息一些水弯 还有他们的船都能够安全地去航行 这个很特别 因为当我们参观的时候 妙足也跟我们介绍 其实在中国传统的信仰里面 北方是主生死的死的 也都是好像有观察人的命运一样 所以我们也不需要说 这个是不是和死神有关呢 其实和西方的信念分别很大 虽然我们说是主生死的 但其实它就好像在观察我们人的一生命运 所以对人的一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拜北帝的时候 也有这样的概念在里面 诺廷是否你也有一些资料想和大家分享 是的 因为我看过一些道教的经典 他们里面有描述北帝是什么神明 北帝其实是太上老君的化身 太上老君其实是一个道教一个品位很高的神 他后来就托身成为一个王子 在这个武当山里面收到 他就可以得成正果 后来就得到玉帝分封他做太原 就负责镇守北方 但也有另外一个说法 就是说北帝其实是一个正落国的王子 他修炼了之后功德圆满 再协助这个武王平摩 所以最后就被封为玉须思想 就叫玄天上帝 两位同学的资料搜集都非常充足 彭博士 我又有听过一个说法 就是现在我们在说湾仔的北帝庙 刚才同学也有说是跟水有关的 因为北方跟水 现在所在地和地理位置有没有关系呢 因为他旁边真的是石水渠街 真的是一条水渠来的 会不会都是因此所以当时的街坊就说 我们请北帝来震住水 其实这个情况也很明确 因为在湾仔未填海之前 北帝庙建的选址 正好前面都是面海的 所以这个正好也代表 香港以前也有很多水渠人 以及从事和水有关的工作 海上的工作等等 所以这个就是他们以一个水神的形象 来去供奉这个意思 其实说到这里 我们也自然可能会想起 其实崇拜北帝 其实他也有一个很重要的 民间节兴的传统就是这个北帝旦 每年的农历三月初三 正好就是北帝旦的节兴 亦当中有很多的善讯 他们祈求自己合景平安 以及他们也以这个北帝 可以保护他们的长寿 为他们的目标 所以这个也是很明确 当我们参观的时候 很容易会体会到的 这个就是真真正的 入庙除了拜神以外 我们多看历史 就是说大家会去参观这个北帝 去拜他的时候 那未必是真正是一些水上人 或者是和海生活有关 而是一个总括来说 概括来说 希望自己的生活平安 一切附足都可以去拜北帝 都可以去拜北帝 所以拜祭他的时候 都可以希望能够去控制到水源 令到他们可能捉鱼的时候 有多些漁獲 这个也是祈求生活平安的重要 所以在香港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和海的关系非常密切 大家留意着 不同的妙语和海和水有关的神明 都有很多 稍后回来我们继续介绍北帝庙 120分钟 声音锁时 世界随意门 叶半诗 继续有彭淑敏博士在 还有两位同学 小嘴巴和我们一起讲的 就是湾仔的北帝庙 刚才就介绍了一些 关于北帝这个神明 究竟他是主事些什么 还有少少历史的缘由 大鹏博士我去参观的时候 又发觉在那个殿里面 除了北帝之外 还有其他的神明 其中有一个神明 就是很多女士 会走去祈求 去拜的 是不是跟婚姻 生育有关的呢 这个神明 是的 其实我们看到 庙里面除了北帝这个主神之外 其实都会设有其他不同的神殿 除了正殿以外 也有三宝殿 龙母殿 和财神殿 所有都是跟我们人的平日的生活 其他的期望有很大关系 刚刚谈及到的一个就是 龙母殿 其实就是说 很多时候中国女性 尤其是以往以前的女性 可能就以家庭为主 他们很多希望都会放在自己的生育 甚至乎他的子女身上 他们有一种看法就是 很希望儿子成功 望子成龙的心态也很普遍 所以很多时候他们都会去到龙母殿 今天我们所称之为的女神 除了年轻人心中有女神 其实历史上 其实在历史上都会找到很多女神 这也是很特别的情况 或者我们再走前一点 去到正殿的部分 经过大门之后 其实我们会见到一个很宏伟的 就是身高三米的主神 就是不帝 这个不帝的形象非常威慕 刚刚同学也有提及到 他本身一些爱貌的形象 这个也是我们特别要着重去形式的一个神明 这个铜像其实很早就建立了 在1603年的时候已经建立了 其实比起不帝庙更早的历史 如果距离今天2018年 有四百多年的历史 所以今天我们还看到穿着黑衣 披着金甲的不帝的神明 其实我觉得在艺术界值方面 其实我们也不应该忽略 所以除了信仰以外 其实在庙里面也可以观察得到 原来历史这么久了 这个像本身 我们进入这个空间 有什么值得留意的地方 在建筑上? 帕博士 这个也可以请洛婷给我们介绍一下 除了我刚才提到的三个殿堂以外 这个庙的建筑 其实都属于一个四合院形式的建筑 是的 刚才帕博士提到 这间庙都是属于中国传统的房屋设计 是一个四合院的形式 在主电的左右两边 其实就设置了一个面积又不同 形状又不是很相同的两个偏电 电的正脊里面 其实就用一双双龙来做装饰 为什么会用龙呢? 因为龙是四灵之首 它是一个和平、吉祥和富贵的意思 所以将龙身附加在一个庙域的屋子里面 有它庇护、受到保佑的意思 这个庙将来就会很平安 很特别 另外我也有留意到 在庙的外面网的时候 它的窗和装饰 又不是完全中式的 又好像融合了一些西洋元素 是的 我相信这也是在它复修的过程当中 有机会加入的元素 但在主体中式的建筑 特征就比较独特一些 同一时间也容易观察得到 尤其是屋顶上 我们看到很普遍的 一些中式建筑 庙顶上 有很多手工很精致的石彎陶索 这些陶索也很有意思 有一部分可以用来震火神 因为我们知道 庙里面也有很多木建筑的材料 另外除了雙龙以外 我们看到上面 也有一些二龙珍珠 以及一些以气曲为主 人格化的陶索 其实这个也在参观过程之中 有一些老师跟我们分享 其实在传统里面 他们也会觉得神明好像跟人一样 其实他们也需要娱乐 这些娱乐在哪里找呢 其实也在民间的生活中去找 所以我们人们喜欢看戏曲 神明也应该给他们一些好的戏曲 所以上面有很多不同的人物的逃索 以及一些重要的吉祥的文物的逃索 如果我们有机会细心点看 其实也会找到很多宝物在里面 刚才彭博士说到的石彎的逃索 这件事在我们的传统很历史悠久的妙语 在香港找到的都会看到的 这个石彎的逃索 当时来说算是工艺水平 都是达到最顶尖的一种技艺 是的 但是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今天我们去这个湾仔的北帝庙 其实在港岛区 是全港岛区最大的一个中式妙语 所以首先来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看的或观察得到的 就比较完整性比较大一点 希望读者都不会说 去到的时候未必找到那么多的材料 但是在北帝庙是我们极之推介的 那就是说大家去参观的时候 要雨流多一点时间 因为里里外外上上下下 四周围都有很多东西可以看到的 还有它所在的位置 都是跟回它的地理 是有一个不同的地基的高低 都是要上了几级先 如果在旁边看 你就会看到它好像一个梯街那样去建筑 是的 这个也是非常特别的 而且当我们去看北帝庙的时候 除了我们说这是一个中式的古庙以外 其实里面也有很多艺术 值得我们欣赏的地方 我刚才提到北帝的铜匠 其实除了铜匠以外 和人的关系都很密切 有些历史上很重要的历史人物 我们其实都可以在北帝庙看到 大家可能还记得我刚才提到 肉虚公这三个字 一去到北帝庙我们会看到 其实哪个写的呢 其实就是当时 将肉堂用拳书来写的 什么叫拳书呢 就是他们用一些棉布包住拳头 然后点蜜而提字 这个历史人物 其实对于我们香港来说 整个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 听到这里就觉得很难 原来这样提字法 大家要省大眼睛 两位同学还有没有补充呢 就着这方面 不如我介绍一下 张肉堂这个历史人物 究竟和香港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张肉堂他本的字叫做汉生 他组织是广东的龟仙 那些人就叫他做汉墨将军 他小时候就去乘考科举 但谁知道在乡下 谁知道是文风不盛 考极都考不上 所以他就转行 不如考不上科举 我就习武了 在杜光初年的时候 他就做这个七品的把种籍 然后已经升降之后 他之后都做过千种 手臂、都师的职位 在咸丰的时候 因为在澳门平定 这个蒲人作乱 所以就有功 所以就升户为 护理香山贴副长 就从属异品 但几年之后 就调遷去了九龙城寨 就是说帮忙 就是因为当时有 反征复命的天地会首领 诺雅天率领一些群众 去攻陷九龙城寨 他就在里面 巨搜了十二天 清兵就没有能力反击 但是张玉堂也很聪明 他就找了一些外国的军官去帮忙 趁他们这些匪众 这些乌合之众 内控、空虚的时候 就修复失地 但是这个清兵的无能 就显露在人前面 大概这个就是香港成为殖民地之后 1850年的时候 发生的一些事迹 这个非常好的补充 稍后回来 彭博士又带我们继续去湾仔 又看看其他一些特色的建筑 一路看一路去学历史 120分钟声音锁时 世界随意门 叶泛斯 湾仔这个社区真的很特别 有新有旧 亦都有一些住宅的建筑 亦都有商业的元素 混合得非常巧妙 所以无论是本地人 或者一些外国来的参观者 都会觉得 这个真是很有活力的一个区 今天我们带大家去看 除了刚才说的中式的妙语 北帝廟之外 另外一个建筑也很有特色 彭博士 我们是不是去看看和昌大压呢 接着 是的 我们今天要再进一步看看 和民生也很有密切关系 就是这个当铺的唐楼 和昌大压 和昌大压也很有历史介质 其实已经有130年的历史 最早建在1888年的 2002年的时候 亦都曾经被市政局列入作为 一个文物保育的重要项目 所以这个也是今天 我们仍然看到 有百多年历史的一些古建筑 仍然可以押立在香港的重要发展 它本身也是香港最旧的一些当铺之一 如果我们除了湾仔的和昌大压以外 其实还可以在湾仔里看到另外一个鎮安大压 其实鎮安大压的规模和现在已经复收 和保育了的和昌大压 就不能等同地去给薪 所以今天我们去看这个和昌大压 它的价值就会比较高一些 另外我们也知道这个建筑物 其实有四层楼这么高的 所以也比我们看到有多一些元素 在这个保育复收之后 亦都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饮食场地 包括他们开了酒吧和餐厅 现在餐厅的英文名称都很特别 其实它翻译出来的意思 其实是指典当的 其实就跟我们说的大压和当铺是一样的 大家不要忽略了这个餐厅的英文名称 除了品尝一些很独特的英国菜之外 其实也可以多留意一些旧建筑的特征 刚才也提到和昌大压的历史的重要性 以及它现在在香港现存很罕有的一些中式 旧騎楼式的一些建筑物 究竟什么是騎楼呢? 两位同学 其实騎楼的字面解释就是 騎在公共行人道上的楼房 其实在以前廣州很早的叫法 不是叫騎楼的 加多两个字叫有脚騎楼 之后简化了变成騎楼 其实可能我们广东人 香港人容易明白就是叫露台 其实这个设计多数是用在唐楼里面 因为建筑物的地下 在街上建成一些行人的走廊 感觉就好像二楼騎在一楼上面 就简称为騎楼 原来是这样的 所以现在走过这一排的騎楼裙 忽然间会觉得 以前的建筑也有一些心思 因为好天晒 下雨淋的时候也不用怕 完全不会因为外边的天气 而影响到你行路 其实我们也很想说 我们也发现这种民间智慧很高超 其实整个大压 以騎楼形式去处理建筑 其实地下就是当铺 二楼其实是民居 所以商用两住的概念 其实很早之前已经存在了 刚才提到 騎楼是否有很多方便性 可以避风 也可以挡雨 而且很多时候 可以在厨窗上 可以做一些 復收之后的展示 所以在这个保育的过程之中 其实他们也参考了 原来的旧建筑的一些特色 再展现一些新的元素 我们觉得这个配合 也是相当不错的 和湘大压 这个騎楼群 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它不是单栋式 而是一排过 整个整体 大家看下去的时候 就会更加清楚 究竟我们说的 騎楼屋 以前的建筑形状 应该是怎样的 还有刚才彭博士也有提过 在復收的过程之中 都将一些 本来可能围封了的 上面两层的 一些楼台的空间 就把它打通 就显露原来的建筑的特色 这个都做得非常之好 是的 其实如果我们再细心一点 除了这些元素之外 其实我们都可以留意到 它有一个中式的金字屋顶 其实那个屋顶 仍然都保留了 虽然规模 没有好像庙宇 那麽大的 但仍然都可以观察得到 如果我们提及到大压 或者当铺的时候 其实很少想到 这些金字屋顶 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之特别 这个也是它一个 比较独特的建筑特色 另外 除了木建筑的特色之外 它的墙身由尊砌成 也有很多很有特色的木地板 我自己本身 就很喜欢担天望地 所以 看了屋顶的时候 亦都想望一下地下 很多以前的一些 獨特的一些图案 我觉得是非常之吸引的 在很多新旧建筑里面 我们都可以互相参考 这个特色 讲开这个图案 彭博士 和昌大压的门口和旁边 大家在当铺那边 就会见到 以前族向当铺的时候 常常都会见到一个标志 上面就好像一个蝙蝠 下面就是一个铜钱 现在在和昌大压的旁边的门口 都仍然会见到这个标志 是的 这个标志其实都很地道 而且我们在街上走的时候 除了在和昌大压以外 在其他的当铺里面 都很容易找到 所以只要我们见到蝙蝠 见到葫芦 还有大压 两个字 我就知道这个是什么 就是当铺 就是当铺 和昌大压的以前的门面 都仍然保留了 有一些 我们叫水磨石 一些绿色的石 用特别的建筑方法去做 仍然大家都会见到 可以摸到 是的 看回以前的旧照 它未复修之前 其实它的外场 还有地下的柱身 每一层都有和昌大压的字 但现在 经过复修了之后 就正在地下 位于行人道旁边的墙 才保留 这个和昌大压的字 其实那些水磨石 批档是红色 黄色和绿色的 全部都是来自意大利的 它也希望 就是说 那个字 也希望可以保留一些 不同草样的窗花 因为那些窗花 都是和昌大压的特色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 我只是要去光顾那间餐厅 才可以进去 其实也不是的 在旁边也有一个通道 大家可以乘升降机 上到顶层 有一个开放的空间 大家都可以上去看看 是的 这个也可以看到露台的特色 刚才我们特别强调 騎楼的具体特色 贵芳你好像参观的时候 也特别有兴趣在那里 走来走去观察一下 是的 其实和昌大压 很接近我们湾仔的校园 所以我在year 1的时候 真的经常会经过这里 其实我猜很久之前 因为和昌大压 也有130年历史 所以我觉得它以前 应该都好像现在 面对一个大街 车水马龙的状况 我觉得现在来说 应该算是豪宅 所以住在里面 都应该挺享受的 是 那经过130年之后 它依然存在 既然有它的需要 但我觉得好奇的是 为什么当铺 会在一个大街之中的林立 而不是一个小行 应该更加合适 因为中国人都比较外面子 所以应该不 这些事应该要静静地做 例如当铺里面 会有遮囚版 但是为什么那些人 会在这个大街中 走入和昌大压 去卖东西呢 当时他们的心情 和勇气是如何呢 我都觉得可以思考一下 而且可以藉着这个行为 都可以看到当时社会的需要 究竟百姓的面子 重要一些 还是他们的生活重要一些 这个都可以了解 这个很重要 我们看历史 其实可能 其他人未必很了解 当我们去研习历史 同学 或者我们以学者身份 去研究历史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要很有想像力 而且要很大的好奇心 所以历史的资料 或者讨论 都是如言不绝的 没有一个宗旨的定点 所以如果我们以后有机会 向着我们的好奇心 去找更多 发掘更多的资料 其实可以补充了很多历史片段 以及历史上的一些空白的地方 我觉得同学 刚才提出一个很好的问题 我都真的没有想过 是的 这个典当 这个当铺 为什么会面对 在这个大街大行上面 但是在里面的空间 又会有遮丑板 那本身有没有一个矛盾的地方 这个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稍后我们继续讲和昌大压 所有人会发起的 可能一些关于保育的议题 和昌大压的唐楼群 现在就保育了 大家就可以上去的餐厅 光顶之外 也都要留意里面的空间 和建筑特色 又或者可以上去他们公开的一个空间 都可以居高临下 就看到下面湾仔 电车路和收盾球场的一带 都挺好的 那个感觉都不错的 那个景观都不错的 但是最初这个和昌大压 就是保育 活发再利用的时候 都引起了一些讨论 在社会上 其实是 如果我们这样说 其实都要数十几年前 开始关注和昌大压的一个保育问题 最早在2002年的时候 大压就被列入成为 事件局的一个重建的重要项目 到了第二年之后 亦都获批准 第一次引用的土地收回条例 去收了强制收地 亦都开始引入 和商店的一些合作 发展的一些 以后的一些发展的机会 和昌大压最后 亦都在2009年的时候 被评为二级历史建筑物 所以一直保留到今天 能够经验它的活化复修 其实都经过十几年的 很重要的历史发展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 这个仍然保留了 一些岭南的建筑风格的 旧建筑也有活化成为 一些新的发展的商业项目的时候 其实同一时间 两线发展 对于有130年的当铺 今天活化成为 餐厅和重要的 一个文物建筑 一个考察的地方 我不知道 两位同学也有没有 一些特别的感想 因为以前我家附近 都是一间很细型的当铺 但是经过的时候 我很好奇想进去看看 但是父母永远都说 这些是大人的地方 小朋友不能去的 所以我一直都会觉得 当铺究竟是什么地方 当时也不知道是当铺 但是经过活化之后 都保留了很多建筑特色 虽然它改建了成为餐厅和酒吧 但是其实它都希望 将它原有的枪花 或者和出大亚的字样 仍然将它保留 让它虽然令到新的用途 但是它传统的味道 都一直保留 令到我们都可以 品尝一些美食之外 我们都可以细心留意一下 周围的环境 和了解一下 它最后的历史意义 是 这个当铺也好像很神秘 不是太多人会经常进去 反过来 反映了当时人的社会的需要 他们的出现 其实也是 当铺是一个很古老的行业 我们今天看到 香港有些旧的行业 其实已经开始色味了 但始终当铺仍然存在 在这个很特别的情况 这个也是我们特别看到 当铺究竟在我们民生的生活里面 如何由以前到今天 仍然发挥它的作用 我相信这个和我们今天所说的 银行的一些贷款的业务 或者财务公司的业务 其实也有很大分别 两位同学有什么资料 補充 因为现在我们周围都会找到银行 或者找到财务公司 如果香港人有需要借贷 其实也很方便 但是为什么当铺仍然好像其他行业 被香港一些新有的金融行业 淘汰了或者取代了 但其实全港到现在 还有一百六十几间当铺 数目也不算很少 其实它是凭着一些灵活 或者快捷的优势 因为典当是一个很短的过程 也不需要 只要有些身份证 或者已经连满某一个税数 你可以进去 也可以很简单地借到钱 而当铺价是交给二叔公 之后 股价之后 就可以立即收到现款 现在就不需要做什么审查 变成借贷的过程 短时间可以做得到 以及现金即时到手 你什么叫二叔公 可能我们会听过二叔公这个名称 我不知道 这么年轻的贵方 在我们当中 最年轻人去的 你又有没有听过 或者知不知道 什么叫二叔公 我小时候听说 爸爸想找一下二叔公 我真的以为是一个 鱼房的亲戚 但大了就知道 其实二叔公就是当铺 广东人就叫做当铺做二叔公 而二叔公的游乐 是因为 居时 因为当时的乡下的人 可能遇到一些周转不灵的情况 就会问 隔离的二叔公 即是隔离鄰居 就马借一下钱 隔离鄰居 所以有时都会多或少 都会帮助他 但亦都可能要给一件事 去做抵押 所以流传之下 做一些经营 物品抵押的一些当铺 就叫做二叔公 即是有一些论社 或者找一些 尋求外界帮忙的一些意味 其实我们都知道 和昌大压 今次去行这个古建筑 除了从古建筑的历史 去进行考察以外 其实我们都可以从一个 舊的行业 適微的一些舊的行业 开始慢慢去掌握 不要真是適微了之后 才去了解他 另外 我相信这个议题 和我们去认识香港人的生活史 其实很有密切关系 所以这个 如果我们再扩阔一点 深入一点去了解 其实我们可能会想一下 究竟当时一些基层的市民 为什么这么重要 对于他们来说 以及同一时间 他们会用一些什么物品 拿到当袋上 可以换取他们的生活所想 以及换取一些钱 来做应急的呢 我记得以前老师介绍过 在香港那个年代 那些人会当什么 原来他们会当棉皮 那为什么会当棉皮 原来棉皮 在当时来说 算是一些比较稀有的物品 在现在的角度来说 都是一张皮 也不是很值很多钱 但原来就说 因为那时候的工业 不是很发达 一大张棉皮 其实全部都是用人手制的 用人手制 就是令到它有 那么矜贵的 价值的地方 但现在 当然不可以双排并论 因为现在的皮 全部都是白货公司 或者是一些大减价的时候 买 全部都用机制 所以就变成了 没有了这个价值 明白了 除了棉皮以外 尤其是他们有一些 小的首饰都会拿来 当袋上去应急 在这个典当的行业 之前都有机会 和一些相关研究的朋友聊天 原来他们行业 有很多的一些习惯 专有的用语 甚至是 怎样可以入行 晋升的阶梯是怎样 都是很神秘的 原来不是普通人 那么容易就可以入行 通常都是一些亲戚 自己很信德国的朋友 而且是慢慢一步一步 就攀上高位 这个也很有趣 这个也很特别 因为本身的行业 刚才同学都有分享过 它在股价的过程之中 其实都很快捷 你的眼光很准确 我相信 是真还是假的 是的 所以刚才我也想提 除了棉皮 这麽大件的物品 生活的物品以外 其实很多时候 他们有机会 上午拿一些小饰物 例如一些小戒指去当 下午如果有工资 出来之后 他们会给一些利息 就可以取回他的物品 所以当铺这个概念 其实是一种的抵押 所以我们称之为大押 我相信年轻的朋友 就未必很具体了解这个过程 所以当你当铺的东西 其实你要付取利息 之后 和原本的资金 去贡献这件物品 所以这件物品 其实这件物品 也有一种 带来一种期望 一种期望 就是 你以后仍然都可以 有机会 擁有那件物品 而这个当铺是怎样做生意的 就是当一些典当的人 物品 过期之后 他无法来贡献 时 当铺就可能 将那些物品 再卖出去 再赚回一个钱 最普遍是賭博業繁盛的社區 當時在灣仔都有這樣的情況 在旁邊會開了另外一些店舖 將這些已經過期的抵押品 他們就會用另一個價錢去出售 所以當普這個生意 其實就不只是我們看到這個大壓 本身這個店舖去運作 所以剛才提到 可能他們會找自己相熟的親戚 或者很信得過的人去經營 或者去協助經營這個整個行業 其實也有這樣的很特別的需要 我們只是從一個建築 原來可以輻射到社會民生 以及歷史發展的層面去看 這集我們先說到這裡 下星期同樣時間 三位仍然在這裡 繼續跟我們漫遊遊灣仔 其他不同的點